你好,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日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振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100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式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局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百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貼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70億 段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二種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的那年的運動 在我們華人社會裡早已經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就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來的2015年的新朝運動是怎樣 屬候的朋友分別有1944、1956、1968、1980、1992和2004 以立春後為準 屬候的朋友在2015年運程都是拍得住小兔 有吉星拱照 不僅僅有貴人、桃花、正天財都非常好的 真的要趁著2015年做多些事 神夢境成真 那就顧諸實行 吉星有三大粒 有太陽星、天月貴人和紅蓮星 太陽是屬羊的 是指男性 在2015年屬候的朋友 就會有些男性的貴人精 如果你是從事Sales Marketing 你就應該黏著一些男性的客戶 不論你是猴子或者猴子女 總之就黏著一些男性的客人或者老闆 就一定沒錯了 屬候的朋友除了有太陽星之外 還有一個天月貴人精 天月貴人精可以令你逢空化吉 就是你這個功名財錄 所以一個字 紅蓮星是主桃花的和婚姻的 未婚的人或者想結婚的屬候的朋友 就應該好好留意身邊的異性 但是如果你已經結婚的話 就要小心桃花太黃 會搞到三個關係 就是了 例如去啤酒喝東西 去喝喝一下就喝到走不了了 到時就變成桃花結了 尤其是1980年的猴子 空聲方面就有孤神 貴氣、結煞、天空和子貝 由於走貴人魂藥 可以發揮的機會是很多的 能者多勞 壓力當然又多了很多 所以有時會覺得有點孤單感 貴氣由於是太黃 由於你是太黃 黃極而衰 所以你見好就要收了 以免是樂人生悲的 又例如 因為你是賺錢賺多了 桃花又旺了 搞了那些3P、4P 最後就被人爆樽或者納索 就會令你的運程有好變壞 又或者你自己以為自己很旺 過大海就倒幾手 贏了就不懂得走 結煞和天空都是一些明明好地地的 誰知道是得局一的 尤其是在錢賺方面 賺得多、退得多 Easy come and easy go 又或者單生意明明是你的 突然間就被人截了壺 結煞除了破財之外 也會影響你的健康 天空聲除了錢受到影響之外 連心情也會變得空空蕩蕩 配合寡神 如果你再去煙花之地 淋花絕就出現了 子貝就是指在背後被人放暗箭 所以就設計 不要鋒膜過路 惹別人去妒忌 以1956年屬猴的朋友是較為好的 1980年 猴子和猴女就要小心桃花絕 或者是破財 要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 分別是有蒸月 農曆的二月、七月和十月份 也要盡量避免探地問喪 的場合 至於有什麼催急被空的方法 風水佈局 平時可以瀏覽我的官網 獻勝g.com 裏面的申指禁欄 又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定期提到一些最新資訊 上去的 最後大家讓年下好運 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 是嗎